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如泉源甘露滋润我们的心 使我们得着力量和引导 今天的经文是约书亚纪十四章 这一章提到约书亚按着神所吩咐摩西的 要把迦南帝以抽签的方式将产业分给九个半支派 这一章有几个重点 摩西已经在约旦河东把产业分给那另外两个半支派了 也就是马拿西半支派流变和加德两个支派 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 其中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分到产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呢 他没有把产业分给立位人 因为耶和华神就是立位人的产业 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 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 所以没有把地分给立位人 但是立位人他们有诚意可以居住 有郊区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 安置他们的财物 这些都是按着神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做照样型 在分地为业的时候 犹大支派的迦勒来见约书亚 提到以前的一段往事 就是摩西猜浅他们去窥探 加拿地的时候 加勒当时是四十岁 十二个探子里面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大有信心的 他们回报好消息 因此摩西就对加勒说 你脚所踏之地 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神 神照着他所应许的 使加勒又存活了四十五年 如今八十五岁 加勒说他还是像当年一样的强壮 如同摩西打发他去的那一天一样 无论是打仗 冲入 力量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这一章提到 因为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神 总共讲了三次 表示非常重要 也是得产业的一个关键态度 加勒的专心跟从神 对神充满信心 相信神的应许 纵使这个应许已经等了四十五年 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的生命仍然充满着活力 还有异象 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具 也就是这样的信心 和勇敢为主的征战 加勒他得着 这丰盛美好的应许之地 于是约书亚就为加勒祝福 将西伯伦给他为业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从加勒的生命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 这个专心的态度 带来生命的祝福 不仅加勒度过了 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 他也在战争当中谋神保守存活了下来 多少他同一代的人都已经死在旷野 他却仍然有健壮的身心灵 弟兄姐妹 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专心呢 得着神的喜悦 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大事 而是相信神 我们的信心之旅 是不是能够像加勒一样 顺服神 仰望神 许多人不相信就死在旷野了 加勒 他的信心的眼光 和专心跟从的态度 得着生命的祝福 并我们也学习像他一样 专心的来跟从神 无论是从年轻到年老 只要相信 就必定能够成为属灵的战士 赶出那最强大的亚纳族 得着应许之地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像加勒一样 专心的来跟从你 侍奉你 即使遇到困难的环境 我们仍然有信心的眼光 看见你所应许的 何等的真实和丰富 主我们献上感谢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